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啊,偉大的聖上展開了歐洲之旅 第一站來到了法國 法國總理親自接機 那聖上的車架從奧利機場出發 經過了高速公路前往巴黎市區的途中啊 天橋上就遇到了藏人低波的抗議 拉上了自由吐蕃的標語 而聖上在下高速公路經過巴黎郊區 準備要去市區的路上啊 我們可以看到 一群被動員起來的中國留學生 跟屢法、屢歐的中國公民啊 甚至還有很多陸籍歐洲國家的前中國人 都紛紛到場舉著五星旗啊 恭迎聖上大駕光臨法國啊 跟去年蔡英文耐心的訪美的時候一樣 動員下令啊 各種什麼同鄉會啊、留學生組織啊 還有這個間諜組織對不對 發錢發便當嘛 而根據前聖上胡錦濤的規定啊 偉大領袖出訪他國的時候啊 中共使館或是中共舉辦的這種迎接活動啊 必須重檢安排 而這條規定是從習慎上上台之後啊 打破了這項傳統 當然啦 他連這個三連任也是打破過去的傳統對吧 而大家要注意啊 胡慎上規定的是 中國大使等官方活動 不能這麼隆重要重檢 但是呢你私底下用中共官方的這個名義 或是這個趙家人官員的名義 去命令那些同鄉會 去命令那些留學生 這個就屬於自發性的了 對吧 民面上看起來是這樣 所以啊 不違背 胡慎上定下來的傳統 習慎上啊 更是把中國人民納稅的錢啊 花給有能力出國移民 或是讀書的中國人 讓他們在海外搞牌場 搞面子文化 在海外當大外宣 但是我們盡頭一到了 巴黎市區凱旋門附近啊 我們可以發現 零零落落的中共支持者 道場歡慶 估計啊 是一時半會 遊覽車跟大車隊 沒辦法從巴黎的郊區 移動到凱旋門 經費不足啦 而在巴黎市區的另外一頭啊 出現了大量藏人團體抗議 以及東突爵團體抗議 東突爵團體就是俗稱的新疆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畫面 對吧 這些抗議的人啊 都沒有發錢 或是這個什麼大使館啊 還是什麼官方動員 沒有 也沒有境外勢力的介入 也沒有遊覽車 人數也是蠻多的對吧 但是啊 有小粉紅跟非洲兄弟跑來大鬧 這個非洲兄弟啊 是根據當地媒體說的 那至於為什麼是非洲兄弟來大鬧呢 有兩個可能啊 第一個就是這些非洲兄弟 曾經到中國留學讀書啊 第二個 就是這些非洲兄弟啊 被這個中共大使館或是一些小粉紅 花錢去收買 所以跑來大鬧 甚至啊 中國小粉紅大打出手 打了支持維吾爾族的法國人 然後呢 被警察驅離逮捕之後呢 對鏡頭比中止 小粉紅只有在安全的民主保障前提之下 才會變得勇敢 前幾天不是抓出來有一個中國女留學生 然後假冒穆斯林在美國大學抗議 結果當著媒體的鏡頭 被撕下來 嘿 中國留學生 那事後也有一些官方文件證明 他就是中國來的留學生 但是 在中國 我們根本看不見有小粉紅 上街去聲援他們國家支持的 比如說巴勒斯坦 哈馬斯啊 還有這個俄羅斯啊 即便是支持自己爸爸 俄國所謂的正義之戰 小粉紅也不敢 因為也不能 甚至下個月的8964 但是小粉紅也不能打著 我支持鄧小平 鎮壓這個反革命群眾 鎮壓這個趙紫陽的行為是對 小粉紅也不能舉辦這種紀念遊行 對吧 所以啊 這些人到了海外讀書 甚至入籍到了歐美 馬上就人格分裂了 雖然我的護照啊 已經移民到我愛的國家了 但是我嘴巴上跟思想上 還是要愛中共國 愛我所謂的前任祖國 這就好像我跟現任在一起 對吧 甚至我跟現任結婚了 我還是要愛著前任 有人敢罵我前任 批判我前任 哪哪哪不好我馬上跟他拼命 我即便是我現在的現任 他跟我說 欸你前任怎樣 我馬上打我現任一個大嘴巴子 我甚至還想讓 台灣人跟我前任在一起 組建家庭 但我自己沒有想要跟我前任復合啊 我跟我前任在一起 而法國也出現了反對的聲音啊 一些電視台跟議員 都在批判中共跟聖下 甚至痛罵自己法國總統 你衰竟 給中共繼續狗活的機會 前幾天啊 法國媒體不是到了法國機場 去揭穿了中共大使館的惡秘劉輝 帶領著中共特務 把反共人士強壓到戴高樂機場 準備送中 威脅他們如果不返回中國 他們在中國的家人就會受到失業 肉體上的折磨 還有精神上的折磨 還有一萬種方法讓你回中國 那這個消息啊 被法國媒體在場抓到之後呢 這幾天在法國的各大新聞啊 或是這個爭論節目啊 都有做這個專題報導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條影片 他在法國的警察 在法國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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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在法國的警察 在法國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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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看過 中共大使跟特務 到法國機場 扣壓中國人的 等一下可以回到我頻道頁面 去點擊這支影片觀看 而法國警方啊 現在也接入調查 所以這些抗議到場的 反共人士啊 在巴黎街頭 抗議的那些反共人士啊 一定要好好注意 不要落單了 或是讓中共特務 在歐洲他國 譬如說什麼 匈牙利啊 羅馬尼亞啊 比較親中的一些國家 把你綁架遣返 那就不得了了 其實我覺得非常搞笑耶 中共不是推出間諜法 小粉紅也說 中國存在很多什麼日本間諜啊 美國間諜啊 對不對 歐洲間諜啊 還時不時說要打擊間諜活動 小粉紅若有發現 間諜行為 要舉報給當地公安局 結果 抓到的都是你們中共在海外 綁架反共中國人 你們中共在海外的什麼大外宣 或是間諜 歐美好多國家 北歐也有 但是 我們看到中共抓的都是什麼 所謂的台灣間諜 啊就很好笑 你說台灣事情的一部分 自己的一個省會有間諜啦 你先選看喔 你們曾經 在中國機場看過 美國特務 或是日本特務 扣押反美反日的人嗎 然後送往自己的國家 你們應該沒有看過吧 你們自己身上都是死的人 卻在指證別人拉屎姿勢不正確 你這搞不搞笑啊你們 我們還可以看到啊 王靖宇啊 王靖宇就是我先前到歐洲採訪過的一個 招中共迫害的00後重慶人 大家可以去我的播放欣賞看我專訪裡面的這支影片 他持續在法國揭穿一些中共特務 前幾天就是他率先通知各大法國媒體到機場 才阻止了中共大使館人員跟特務 綁架反共中國人送回中國 我們帶大家來看後續的一些跟進畫面 我沒有拍你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不是我 這個是我 你打開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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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這個地鐵口 你看一下 你怎麼對著我拍嘛 我拍這個地鐵口 這是警官 他現在要我到戲機場 請大家看一下 我不想回中國 他說我不回中國 我就要把我哥哥繼續折磨 請大家關注 他要我必須沒抹黑王靖宇 法國記者 來偷玩 我不知道怎麼辦 這個女特務非常搞笑 我在拍地鐵的門口 哦 你地鐵的門口長得是黃色的 還會移動 你明明鏡頭就跟著王靖宇在拍 王靖宇是地鐵門口哦 然後後面那條影片就是 中共特務在威脅別人 被拍到 其實大家不要覺得 中共特務有多聰明 其實很多都是這種 拿經費的民間團體去充當這種間諜組織 然後他們就會做得很低端 你們可以去看我採訪王靖宇那篇報導 裡面有講述 中共在荷蘭 對王靖宇做出 多誇張 多低端的這種逮捕手法 還有騷擾電話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而可惡的還有我前幾天影片有提到 兩位秩序反共的這個中國人 而且還取得法國護照 他們偽裝自己是反共人士 卻參與了這一場 逮捕反共中國人 遣返回中共國的活動 你說這些人是何居心啊 你自己當歐美人 當日本人 當新加坡人 卻不准他人批判中共 不准他人不想要當中國人 尤其是 尤其是不准台灣人 不想當中國人對吧 這些人齊心可諸啊 他們就是不想讓太多中國人清醒 如果都醒了 跑到海外移居了 會擠壓到他們搶資源的生存空間 對吧 你在外面可能學英文學法文 已經不容易了 那如果剛好有一些移民出來 有能力的人 更多人出來了 那他們可能語言天賦 或是他們有什麼專業技能 出來了 那你很容易被搶工作 也會擠壓到 你們後代之間的互相競爭 中國人最會害中國人了 這句話也是我到 歐美很多中國人跟我講的 而他們如果在海外 有大外宣像這種 那越來越多真反共人士 移居到海外 那對他們 外宣任務會越來越艱難 而中共會發現 怎麼海外反共的人越來越多呢 是不是你宣傳不利呢 你拿我經費都拿假的是吧 或者是我削弱 削減你的經費補助 譬如說你一個月拿一萬塊好了 欸現在反共的人越來越多了 那我把你這一萬塊削減 你拿五千剩下五千 我拿給新的人 那間諜之間又要互相競爭 又要內捲 所以為什麼這些人 自己身體不愛中國 卻還是要幫中共互航跟工作 因為每個人都是彈足 而聖上再次出訪法國 很明顯是要用所謂的 經貿合作麻痹 歐洲對中國的綏進 對吧 不要配合美國制裁我們 或是你們放緩啦 多跟我們合作啦 而法國總統他去年也到中國訪問嘛 他也表示中共應該要表明立場譴責你爸 而法國總統這次啊 也會對聖上提出 法國跟中國的貿易是很問題 並且再次說服 聖上改變對他爸的態度 想想就覺得可笑啊 不太可能 而聖上結束法國的行程之後 將訪問匈牙利 而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人民 曾在2021年 兩度抗議過中共 第一次是匈牙利政府 試圖阻止歐盟發佈譴責中共 對香港的批判 第二次是中國復旦大學 花了18億美金啊 將在匈牙利蓋分校 現在有沒有蓋成我還不知道 而當時就有將近三分之二的匈牙利人 不支持中共在自己國家見效 所以上街抗議 甚至當時的布達佩斯市長說啊 如果繼續蓋啊 不聽取名義啊 他要把 布達佩斯的一些街道的名字 改為中共迫害的人事物 例如改為達賴喇街 自由香港路 維吾爾烈士路等等的 那至於現在到底有沒有把這些路名改掉呢 我也不知道 如果有住在匈牙利的這個台橋 或是華僑可以講一下 19年我到布達佩斯的時候 參觀了恐怖之屋 這間博物館是在反映 匈牙利過去遭到納粹 法西斯嘛 還有這個蘇共共產黨統治 都是獨裁極權政府 對吧 而參觀完這間博物館之後啊 有一本簽到簿 我們可以把一些心得寫上去 我就看到一些什麼 Free Hong Kong啊 還有一些寫中文的啊 天滅中共 是不是都此類的 但我同時也看到有小粉紅寫 Free China CCP萬歲 解放台灣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等等言論 非常的暖心啊 首先啊 Free China這個詞啊 你立場就顛倒了 人家Free Hong Kong是 要讓香港得到真正的自由 且要讓香港獨立 你Free China是要中國從中共獨立是嗎 而且你在一個反共反納粹 反極權的博物館寫 你支持共產黨 要用武力去征服台灣 去征服一切反對你的聲音 你們到底知不知道你們去了博物館 是什麼東西呢 你們是不是以為 這是在讚揚納粹 跟讚揚共產黨的博物館 好讚喔 這個博物館的天道部 竟然有出現這個反共留言啊 哎呀你們這些人啊 根本就不知道你們來的是什麼 讚揚共產黨的博物館 你們是不是這個想法 如果是的話請接去寶石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希望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瓜哥 下次見啦 掰掰 我是放在理會上 不怕 你看